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石榴 又大又脆的石榴 屠林石榴 小师妹最喜欢吃了 太石榴了 大家来看看了啊 累了 小师妹 是没吃过屠林石榴 张千自西域带回石榴州 于各地失州 内处长得最好 所以就叫屠林石榴 来 师父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定要吃这个 让人去平音买的 结果让平音的廷尉知道了 那廷尉啊 几夜都没有睡好 苦思冥想 蔡师父是不是想借此事 试探一下平音 对我们南城王府的态度 就命人啊 连夜采摘了三千蓝 快马加鞭送到西州来的 你看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啊 剩下的都在军营里 殿下不喜欢 和郡县的官员有妄爱 所以啊 这些都是买来的 这些都是买来的 尝尝吧 看看石榴吧 老人家 这些我全买了 正好明儿过来娶 多谢公子 明日以你的名义 所以你过来 是 师父